五 四 三 二 一 小校光阴2009高雄县眷村文化节正式起草了 2009年眷村文化节在高雄县 今年已经进入了第三年 我们非常高兴又来到了这样一年一度的眷村文化节的一个举办 我们今年是以小校光阴作为这次活动的一个主题 主题最主要是希望借由这样一个金剧还有川剧变脸的一个形态 让我们感受到在眷村过去一个大家一起集结的长迷文化 今年所举办的时间是在12月5号、6号 分别是星期六、星期日 从早上九点开始我们就有这个眷村文物展 那开幕呢 其实即将在12月5号下午2点半的时间 那在原日本凤山海军无线电信所 也就是我们过去所熟知的明德训练班 在2点半来盛大举行 那今年呢 这个开幕式的一个演出呢 包括了这个我们金剧、川剧变脸 还有这个非常具有青春活力的拉拉队 那在星期六晚上呢 7点钟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正式的晚会 那将由这个周会礼君的许多的歌手 来做一个非常让大家非常趣意的一个晚会的一个表演 那星期天呢 我们同样的在早上9点就开始这个人物展 跟一系列的一个动态活动 那最重要的是在星期天晚上 眷村嘉年华呢 将会看到我们眷村所 社团呢 所展现出来的一个眷村的一个文化的活力 那所以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参加 这个2009高雄县眷村文化节 让我们一起来庆祝眷村的过年喜喜